全台湾最大的烧肉连锁店野燕 经报使用了过期三年半的黑心大肠 在加工卤制之后呢 还变成店里面的人气商品 今天记者寻线找到了供货厂商 厂商的说法是 光是过去三个月 出货给野燕的生大肠 高达有三千公斤 大肠本来就有那个米田共的味道嘛 台湿开塑胶包装 这一大块冷冻大肠 散发出浓浓的恶臭味 而这竟然就是全台拥有43家分店 知名烧烤店野燕人气商品 脆嫩肥肠的主要原料 野燕其实跟我们交易只有两三个月而已 大概一两百件 两三千公斤 负责供货的忍痛食品公司老板坦诚 才短短合作不到三个月 已经卖给野燕三千公斤的大肠 可是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来看看这批大肠的生产进口日期 2004年11月 已经是整整过期了三年半 这时候我们买的时候当然是没过期啊 只是时间比较久一点而已 那这种生产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过期的问题 轻描淡写的说 只是时间比较久没有过期的问题 但是当初买进一万公斤的大肠 现在库存量剩下不到一千公斤 这就表示已经有超过九千公斤的黑心大肠 被消费者给吃下肚了 其中三千公斤卖给野燕 另外六千公斤传出流到鲁薇摊传统市场 平价牛排馆 甚至是连锁锅铁铁店 理论上是不OK啦 但是你那个东西是好的 你叫我丢我也不会丢 我们都是卖给传统市场 我们都是传统市场 要去经历贵 现在居住在买 明确倒是过期货 却不愿意把黑心大肠给销毁 业者大赚黑心钱 网顾消费者时代安全 东京新闻这么棒